使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 陈志迪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盐浦护生狗园里 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话播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民台湾救狗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狼的爱情 人们常用色狼来贬低好色之徒 但事实上 狼对感情特别专一 母狼怀孕期间 公狼会认真照顾母狼 大部分时间都由公狼出门寻找食物 食物也会大部分分给母狼吃 赶快吃吧 冬天来了 我能寻找到的食物越来越少了 趁着有食物 你可得多吃点补充体力的 老公 你一直那么照顾着我 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真是对不起 这不怪你 要怪就怪那些可恶的猎人 老婆 不要说这些了 你养好身体后 我们来年还会生一窝宝宝的 老公 来 我们一起吃吧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抓住了那一窝小狼子 我想他们的父母 一定还会在这周围出现 他们的小孩就在这里 被我们抓走的 他们怎么还会留在这里呢 如果他们不在这里 那阿吉家的肉不见了 又怎么解释呢 那些狼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跑到我们蒙古包那里 偷吃肉 我爸说了 狼不会轻易跑到人类居住的地方 偷吃肉 伤害羊 除非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才会铤而走险 你爸对狼就是太心软了 就算这次我们出来对付狼 他也反对 我看这次狼袭击你们家的羊群 那一定是在复仇 为那几只小狼仔复仇的 如果我们不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还会变本加厉的 做更多坏事的 你们不会真的要打死那几只狼吧 当然要打死啊 不打死他们 你们的羊可就危险了 可是我爸说 只要将他们赶走就可以了 不要将他们打死的 噓 不要说话 你们看那里 果然是他们袭击了羊群 今天我就让他们偿命 不要开枪 阿吉 难道你没看到 他们正在吃你家的肉吗 你难道不想要教训教训他们吗 我爸说过 狼是我们蒙古人的图腾 真正的蒙古人 是不会在冬天捕猎狼的 否则会遭到报应的 好吧 那我们就尊重阿吉的决定 我们只要将他 从这里驱赶走就好了 老婆 有人累 我们快跑 这两只狼 朝草原深处跑去 猎人们为了将其驱赶到远方 便策马追赶 那只母狼腿上有伤 动作很缓慢 公狼不得不停下来 等着他 老公 猎人快追上来了 我有伤 跑不了的 你快走吧 快逃命吧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老公 谢谢你这些天一直照顾我 这里是人类活动的区域 你完全可以抛下我 自己到别的地方生活 是我连累你了 现在我们被猎人发现了 你再不走的话 我们都会被他们打死的 不要说这样的话 我们说好了 要一辈子在一起的 明年 我们还要一起 再生一窝宝宝的 哦 你看 那里有个洞 我们快躲进那里 哎呀 不好 要是他们躲进那里面的话 我们可就没办法了 他们休想躲起来 不要杀害他们 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 不会打死他们的 我只是封住洞口 让他们无法躲进去 可恶的猎人 老公 你要干什么 我去把他们引开 你快跑进洞里面去等我 不要啊 那样太危险了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你乖乖地在洞里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哎呀 那只狼朝我们这里 跑过来了 他这是在给自己的同伴 找逃生的机会呀 这个狡猾的家伙 赶快住上去 他跑不了的 没错 那地方是悬崖 他这是自寻死路 很快 公狼便冲到了悬崖顶部 他发现无路可走时 便转过身来 背对悬崖 寒光闪闪的狼眼 胸光碧露 两眼逼视着逼近的猎人 一副视死如归 大意凛然的样子 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 不好 他要攻击我们 不要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啊 阿吉 他宁死 也不愿成为我们的俘虏 草原狼果然很有骨气啊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赶快回去 将那只母狼给赶走吧 否则到了晚上 他一定会跑来 找我们复仇的 哎呀 他怎么也跑来了 别再伤害他了 我们只要将他赶走就好了 然而 那只母狼 面对着枪口 丝毫没有退缩 他愤怒地盯着猎人们 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 像是在哭泣 又像是在愤怒 没有办法 猎人们只好用套锁 将其抓住 带回到了住所 为什么要把他的嘴给绑上啊 就是为了防止他在半夜嚎叫 把狼群给招来 如果狼群真的来了 那可就难办了 是啊 将狼放置在这里 可不是明智的做法 我原本打算将他打死的 可是你的儿子阿吉 却一直阻拦 阿吉做得对 作为一名真正的蒙古人 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 天色也慢慢晚了 明天一早 我们便驾车 将这只狼 送到远方放生好了 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 那就等明天将他送走吧 希望他今晚别惹麻烦就好 白天还是阳光明媚的草原 到了晚上 突然刮起大风 下起了大雪 看来今晚这场大雪不能少了呀 爸爸 这么冷的天 外面的那只狼会不会冻死啊 狼一直都是生活在户外 在恶劣的天气 他们也能安全度过的 可是狼在户外 遇到暴风雪时 会找个避风的地方躲藏起来 可现在呢 他无处可藏 只能用自己的皮毛 来抵挡这零下十多度的寒液 啊 那要怎么办啊 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们总不能把那只狼 带进蒙古包里吧 只要它挺得过今晚 明天雪停了 我们就将它送走 嗯 也只能这样了 狼 是狼的叫声 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来这周围还有别的狼啊 不过没关系 这么大的风雪 它们是不敢跑到这里来 袭击羊群的 没错 这种滴水成冰的天气 它们只会找个 避风雪的地方躲藏起来 不过 我们将那只木狼的嘴绑起来 真是明智做法呀 如果让它也发出好叫声了 必将引来那些狼 到时候可就不妙了 嗯 你看吧 那只木狼听到同伴的叫声后 显得很焦躁 多亏它没办法叫出声 否则真的会把狼群引来 风中 狼叫声显得非常凄惨悲伤 但很快的叫声便被风声遮盖住了 夜深了 蒙古包里众人都睡熟了 蒙古包外 母狼在铁笼子里冻得瑟瑟发抖 这时候 一个黑影 游远即近 缓缓地走来 母狼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她机灵的双眼直直地盯着那黑影 黑影越来越清晰 遍体鳞伤的公狼一瘸一拐地 朝关母狼的铁笼子走来 老公 我老公还活着 太好了 终于找到你了 老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老公 你快走吧 你救不了我的 求求你 快走吧 公狼的力气 越来越来越少了 她气喘吁吁的 看着笼子里的母狼 母狼也含着泪看着她 凌冽的寒风 很快便将母狼眼角的泪珠 冻成了冰 公狼看了看 风吹来的方向 然后 毅然决然 用自己的身躯 挡在风吹来的方向 老公 走啊 你快走啊 这场大雪 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清早 雪终于停了 阿吉迫不及待地 跑了出来 查看笼子里的那只母狼 结果 她却看到笼子旁 竟然堆起了一个雪包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大雪堆啊 是啊 这个雪堆 给母狼挡住了风雪 否则 它很难熬过这一晚的 天啊 怎么可能 这只公狼 从悬崖上掉下来 竟然还活着 而且还能找到这里来 真是不可思议 她的妻子被关在笼子里 而她却毫无办法 唯一能做的 就是替她阻挡风雪 这样的付出 真的是让人为之动容的 爸爸 我们将这只母狼放了吧 它太可怜了 昨晚的雪太大了 道路都被雪封了 等路上的雪消融后 我们才能将它送走 没错 而且这次 我们得将它送到非常远才行 否则它一定会回来复仇的 然而 这只母狼 没有复仇的机会了 当天下午 它便死掉了 它的尸体 紧紧地隔着栏杆 挨着公狼的尸体 狼的爱情是最忠诚的 另一半为它而死 它也不愿意苟活 这就是 它们坚真的爱情啊 本 jag osteprendió 词 网上 Bluz